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日本那邊怎麼看台灣的新創企業 這個題目基本上其實應該不是理論 或是只是觀念 對於我們台灣的新創來講 基本上應該是比較好食物的內容 但是這種內容基本上是 常常是在媒體上所看到也好 在做參加任何的活動聽到也好 都是一種把一些食物上的事情 把它濃縮在一些話裡面去表達或是說明 那我今天試著用不同的講法 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跟大家來交流 那主辦單位是提了三個大綱 就是說分享的內容 就是說從為何日本的企業要看別的國家的新創企業 第二個就是說 那麼台灣的新創企業有沒有 可能沒有想過 但是是讓你合作的那種日本企業 但是是讓你合作的那種日本企業 那第三就是說 那麼台灣的新創企業如何跟日本企業 共同來合作 我剛剛講就是我用不同的角度切入 就是說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大家再來交流 第一個 就是說 目前 這是到去年底 去年十月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慶伯雄所整理的 台灣的新創 被日本所投資的到底得到投資的是哪一些企業 當然這裡面那個時候有列出 E7直播 行動背骨 配心 凱電 亞洲油 科技什麼上網 這麼多的公司 那做的行業當然各自不一樣 有做這種所謂的AI物聯網的大數據分析的服務 也有定位成AI的專門的技術的這種發展的公司 那也有就是它是發展一種所謂的整合的系統 不管是光學生工 但是它也是所謂AI應用的 那另外就是跟平台有關的 不管是行動軟體的 旅遊的 或是經營這種網路的社群的這種平台 或是網路的網紅直播的這種平台 或是一些物流的平台 包括一些機票的 或是自媒體的 新媒體的技術應用平台 或是所謂的結合社群的這種電子商務的這種相關的設計的平台 或是提供即時的這種 旅遊的這種平台服務的 那另外還有除了這種平台還有別的 用在平和旅遊的這種網路科技 用在旅遊產業的應用 還有就是這些都是被投資的那些公司所做的領域 或是說用區塊鏈做架構的這種軟體服務的這種公司 還有就是歐途歐線下到線上的這種 有關醫療照顧 還有就是新藥開發 以及電動機車 就是說這些領域是被 到去年底我們所整理的 日本所投資的投資的行業 或是所謂的台灣的新創企業的行業 那如果從日本這個VC投資台灣 那這些VC到底是誰 當時所整理的主要是這些 從大家所知道的譬如說軟銀 還有在台灣投資蠻多的這個Infinity 那這些到最下面的有一家做電子的這種 綜合的商社對台灣的投資 就是說其實是日本的投資人 投資台灣的新創企業其實也是各個領域都有 但是這裡面主要集中比較清楚的就是 corporate VC就是企業的創投 那麼這些公司投資的這些VC本身 即使它是純粹財務的角度 它背貨它的基金的背貨 常常也都是日本的企業 你說日本的投資的能量基本上就是日本的企業 所以大家知道說如果想要認接日本的投資人 那很顯然不是從財務角度 他會投資你而賺錢的角度去思維 要不然的話你就會失去 就剛好他們在著重了 到底對那個背貨的企業來講 有什麼新二級什麼中校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你就沒有去達到他們所要的這個目標 那麼剛剛這個是一個切入點 就是說到底到去年被日本的投資人 所投資的台灣的新創企業是哪一些 以及是哪一些VC投資的台灣 他卑微的狀況 那麼這一個角度 那另外一個角度 我提供的第二個跟大家要交流 就是說 那有沒有 就是說跟台灣之間 好像比較少聽到他投資台灣的新創 但是其實他在日本蠻活躍的 那我就是提出一個這個公司 就是日本的Sony 那Sony其實在日本的投資界蠻活躍 因為其實Sony就是以秩序 它就是一個很創新的公司 它是一個 常常出現一個 能夠很驚豔的 一個創新的 一個事業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 榮譽的一個公司 那麼這種公司 它現在在 對於新創 它也很活躍的 一直在連接 那我用這個Sony 過去這兩三年的一些 做的一些例子 也分享給大家 做一個參考 這個是在那個 2019年7月的時候 Sony在他總公司 開了一個就是所謂的那個 一個所謂的Sony Open Innovation Day 那麼當時 主要去參加他有一些家以上的 相關的企業 或是相關的人去參加 那他開這一個 這個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 他本身基本上 Sony我剛剛講 他一直以為 他自己認為 他就是一個非常強的 創新的公司 那他開始 對外去連接 就是透過這樣一個機制 那所以他開這一場的一個 一個活動 辦這個活動 最主要就是說 希望他 Sony新的事業 這個功能 或是能力 能夠跟外界 能夠連結 就是Sony他自詢 他的創業 創新能力很強 他公司 集團內部有非常強的 這種所謂的 新事業 或是創新的這種能量 他想要跟外部來開放 他想要跟外部來連結 第二個目的就是說 他希望透過這樣的目的 把這樣的做法 能夠讓他的新事業 能夠持續的 一直在進一步的出現 因為他們發掘 他們原來的做法 有一些帶改進 那這是一個 一個例子就是說 第一個目的就是 希望他把它 既有的know how Sony本身已經累積那麼久的 一個創新的know how 跟外部來連結 他想要提供給外部 那麼不管是 事業計畫 或是所謂的行銷 商品的 這個整個的發展 跟那個整個的量產 整個運營 甚至財務 他們認為他們這個know how 他們可以提供給外部 這個是一個公司 就是跟他們 已經有練結的 那這個主要就是說 他們認為現在 新的創新性的東西 不能再靠讓自己內部 雖然他自學自己 是日本最創新的公司 但是他一定要這樣的做法 因為他看到別的 像有一些日本的集團 用重跟外部的鏈結 所以他的創新的速度 非常的快 再來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當時負責這個活動的主管 他本身所講的一些話 這個小田島 他本身就是因為 如何讓外部的創新的企業 新創企業 跟他之間的合作 他就要顧慮到 新創企業心裡所擔心的 因為一般日本的大企業 都是想要把 好的小公司定下來 變成他閃下的公司 但是對於新創企業 這個心裡就有一個 有一個擔心 我如果跟你合作 我就有可能會騙你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會去思考 如果運運 就是大家都以得一個 得一個關係 得一個整個的建立這樣子 也就是說他們在這種 即使秩序 自己也有創新上 他發掘這整個世界的運轉 他如果不這樣改變 他會慢慢落後於 整個創新的世界的步驟這樣子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 這個公司呢 他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對外募資了 25億字幣 等於是7億多台幣 那是到哪一輪 好像是到 那個時候 他的募資幾次之後 他累積了25億字幣 這個公司的一個 這個是 瑞士蘇黎士的一個 瑞士人 然後他去東京工業大學 也是拿到一個學位 然後再回到蘇利斯 拿一個博士 在日本創業 那麼他做的就是一種 智能的一個 device 一個機器人 然後他們是 目標就是 我一個命令下去 他就會舉一往三 這個device 就會做後面的一些事 一直做下去 這樣子 那這個事情 說你也有投資 那再來 這個例子 就是 日本一個 蠻大的一個 不是 就專門在培訓創新的 一個 Global Brand本身 他們共同 跟蘇利成立了 這樣的基金 我這個 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 蘇利的觸角 除了自己之外 他也透過各種 相關的 創新的觸角 在鏈接 那這個是 有關 新的趨勢 剛剛我那個 歐組長也有講 現在的 國際很多的資金 已經在追求的 就是這一種 就是所謂的 這種電動車 自動駕駛 那麼 這個 SONY也有去奪資 當時在 V-ROM的時候 就是六川美金的 一個募資 SONY參加 他主要是做一個 SARS系統 提供 所謂的這種 不管是 共同 汽車會共享 或是 共同駕駛 或是 共同招車 這方面的一個 整個SARS系統 服務的一個公司 那另外 這個例子就是 一家專門做 培訓創新的 這種實際的 技巧能力的 建立機構 那麼SONY 就是 不是我剛才講錯 這個是另外一個 做那個 智慧的 Logist 這是物流的 那他這個 本身當然 他還蠻受瞩目 就是說 SONY有投資 這樣的公司 那剛剛我所講的 另外一個 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是醫療 這是醫療 SONY在醫療領域 它主要是 這個是AI的應用 就是協助 在醫療上面的一個 AI的一個 一個 軟體 那當然 這個在Vlog 也募了46億 這個都募了蠻高的 這個也是 這個金額 我特地標示 讓大家有印象說 日本的投資的金額 常常是台灣的頭幾倍 同樣那一弄來講 同樣是天使輪 或是同樣的A輪 那金額都差蠻大的 這個是透過AI來幫助 什麼 我們油門感菌的判斷 所以比較早期可以確認 有關胃癌的事情 剛剛講就是 我有提到就是說 有關 專門在培訓 創新的能量的 這樣一個機構 那麼SONY 基本上也是 投資這樣的公司 就是它把觸角呢 不是只是投資新創企業 它透過一個相關 跟新創企業 在鏈接的那些單位 機構 那麼在做一些 相關的合作 或是投資他們 或共同組織基金這樣 好 這是剛剛講是第二個角度 那再來第二個角度 就是說 那台灣的新創 在日本的一個例子 這個只是最近的事情 比如說 我們知道這個是一期直播 本來的全球的CEO 他當時在 不是當時 就是在今年五月而已 他才發表說 為了全世界的市場的發展 他們做一個低輪的 這樣的一個募資 目論兩三千萬美金 那麼希望說 透過這樣子 從日本繼續再發展 在美國 中東 所有的這些 不同的國家去 那五月才發表 那麼在這個月 他就換了 做了 這個是幫助在 一期十 在日本設立的時候的一個 這個 當然他是 Infinity Venture 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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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ander 本身就是小野玉石 他本身 不知道有個設計 我們認識他 他從 這個 八月時期 剛剛那個五月 差三個月 他就接手 一期一個全球的運營 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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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們用這樣的歷史的分享 主要是讓大家 從三個角度去看 那麼到底台灣的新創企業 被日本的哪一些 不需投資 再來就是說 那麼 日本有怎麼樣的 一些企業集團 他們是怎麼樣跟 新創企業在做相關的 怎麼樣的鏈結 以及 剛剛最後 那麼台灣的新創企業 假設有一天在日本發展 鏈結 那麼 落地的很好 那麼你可能要不一樣的一個 角度去看你在日本的這個事業 好 那 我用兩個一個結語 給大家做一個看法 一個就是從日本的角度 從日本的角度 就是說第一個 日本的企業呢 傳統以前來講 他們都傾向於這說 如果企業是不錯 比較成熟 他就把它變下來 變成他閃下的一圓 用這個角度 那麼 但是他們發掘這種作法 已經慢慢落後於全世界的一個發展 就是說創新已經不能完全靠等到怎麼樣 那你才去變他 或說 靠這種傳統的做法去 能夠跟著上這整個時代的變 所以對於 日本的這些企業 現在觀念都變 變成就是他們願意 直接站到第一線去鏈結 所謂的新創企業 如果有去日本參加他們最大的ILS的那個 你就一看螢幕一看去 一兩百家日本的大集團 都插旗 每一家都插一個旗子 然後上面就有一個旗子 一個桌子 然後後面做個兩三個日本的這個代表 然後新創企業一家一家輪流團 那麼一兩百家的大的企業集團的位置 在那邊跟新創企業的對接 就是非常的活躍 這個目前這個狀況是很活肉的 因為疫情才驚人受了一點影響 那麼其實他們整個的這個熱肉度 就大企業已經把能量都灌到這個 所謂的跟新創企業的對接來了 所以這個對我們台灣新創企業也是機會 問題是你能不能跟它鏈接上 就先知道我剛剛講的一個 類似一個Sony的例子 Sony在日本也很活躍 但是為什麼一直沒有機會投資台灣 我們曾經也試著把一些案子 要敲Sony的門 但是呢 要你能夠敲進去那個 這個敲門桌要過紮實 要過紮實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 就說他們效法國外的做法 那第四個就是 日本的這種企業他們重視長期的想法 所以跟台灣有點不一樣 當我們要去那邊落地 要去那邊對接的時候 你最好準備你的長期的想法 你一定要講得出 有一套長期的發展的想法 就說他們是 他們的計劃長期十年 常常是那種十年以上的 所以你最好是 你那個事業是 對整個的長期發展 或說對整個帶來經濟 對產業有長期的效益的那一種 那比較能夠跟日本 或是被日本的好的大企業看重 來跟你合作或是投資 那就是說 有這樣的一個願景的 比較被容易投資 所以呢 最後一點我就是說 進入日本企業最好 你是用什麼方式 你要想辦法找到一個 鏈接點來跟日本企業 或是日本的媒體來鏈接上 再來你就是要透過一些 可能活動舞蹈機制 去串這樣的關係 那麼當然你就要去跑 或是說 疫情沒有辦法 你知道要做現場的 這種peach 或是相關的加速的一些活動 這個是我講的結語的 第一個從日本角度 那麼我現在講的 就是從台灣企業的一個視野來看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 也講到就是說 比如說艾卡拉被偽創投資 然後開始往東南亞 這個更加強的 這個偽創透過這樣去 那個那個 我們那個 以前的那個 那個減總 然後就想說 這個台灣plus one 台灣加一嘛 那我認為 除了台灣加一之外 就新創企業透過日本市場的鏈接 你除了台灣加一的精神 和台灣加一的那個想法是一次之外 更主要 你透過這樣的過程 你才會成為一個國際的 怎麼這樣 比如說打國際杯裡面 你才可以進入到國際杯 你才可以透過這樣的過程 agree agree你自己 另外一個 台灣的信眾企業 我們常常在投資 在評估的時候 就是會發覺 信眾企業所認為 它的流行 跟投資人的一些認定等 有一個漏差 那經過這種 互相來來往往 在那邊談這個東西 我們認為 如果你有日本的落地 你很明顯 你的valuation 就是可以忙 因為這樣而被加持 這是兩個結語 從日本那邊 或是從台灣這裡 那我利用這個時間 也要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就是說 我們創創新業 本身在日本 有一個就是所謂的 東京的一個incap 這樣一個加速器 那幫助台灣的新創 去練結日本 那我們所做的就是 一步一腳印的推 推動練結日本 落地日本 那就是把台灣的新創 帶到日本去 然後找到 他的題目 他的技術 他的solution 是日本市場 在日本市場有潛力的 這種案子 那我們在這裡討論 做一些相關的準備調整 那假設OK 那台灣有一些資源 或是說 我們投資這些事情 就可以做第一步 那當然這個過程 是在台灣做的 那假設這個ready 那我們就往日本去 那去到日本 就要通過我們 日本的團隊 日本的mentor 再進一步的 進行相關的 所謂的當地化的 correlation 相關的一個調整 那OK了 我們就要進行 市場驗證 對接的一些相關的事情 那假設OK 那我們那邊 每半年一次的pitch 或所謂的demo 就可以參加 就可以跟政府的一些 投資人 或是企業做一些 相關的合作 對接的一個事情 這是我們那個 我們叫做 Outcome Based 的那個加速的一個program 我們是一步一腳印的 這樣推 因為我們認為 日本企業一定要 這種所謂一步一腳印的 台灣企業 基本上是 我們的經驗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們是 把台灣帶過去 所以就發覺 日本的投資人 也希望透過我們 來找台灣的案子 所以 本來今天 我們等一下結束之後 有一個 跟ERV有關的 這樣的一個 個別的洽談 那個就是因為 有日本的一家 corporate VC 他委託我們 找看看有沒有這種 ERV相關的 這樣的案子 是剛好日本市場 有potential 或是說 日本還沒有做到的 這種solution 他們在找這種案子 好 那 這個是我們以前去 我們辦過的 這種所謂的 demo day 這個是去年 因為疫情今年可能辦不了 這個是跟東京都的 那個star hub辦的 這個pitch show 那 還有就是 我們在東京 幫忙 他們新創辦的一些 相關的活動 這樣子 好 那 最後 我要請大家 把 如果說一下 因為我重點說的是 比較是 互相的交流 所以大家的疑問 麻煩寫一下 麻煩寫一下 那麻煩那個 我請那個 播一下我們 我請東京的我們的同事 稍微跟大家 大家打個招呼 說明一下他在做什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今天 我請大家打個招呼 我請大家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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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大家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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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你先做CV だから、我是説提去了自我幻想不过 我照理有중에,"提示宣布西国共同局协议 perdikrate ……我 chỉ睡目了 双 Mitchley Pouć 那君不关 love publicity 里边有旦闹 行方證明 这个 进行 preliminary Obviously even 黎蘭 文件 新集结果 Maybe somebody else wants to hear thi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它不是那麼多的幻星技術 新的信息 所以 種類一樣 需要看去 這些學生的東西 原因是 是有一種這樣的一種 Umaetone的信息 那 像是說 美國也在台灣的 一些不同的社會 下個月五月 可以用電話戴上去 所以會用微量或是一般的 可以用回覆會用的 那 那 那 台灣的什麼新創 木枝 那這幾個就是加工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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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在不同运软的间接 world 就是刚开始产生情维言期间 对 当然有人有用把它 trip modern 有没有 的 可以等理 这个时候也要拿拿就完全一端 一定的选不选 好像很据上了这个 本应该没有任何方式 一定是确定적论的讨论 alternate 可以转去用它 可以用课 luego 这个转 Opening そう是 小 强 像是有摇真堤阵 这个什么时候说 seni 限制的這個部分 那這一部分是主要廣告的 特別是負責化狀態的狀態 剛才幾乎我講的 那因為時間現場 那時間可以很多人都 健常 教會 教會 現場現場 我們台灣的這個 就是人 人 限制 我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落實就是 對於拓展的路感 那一支那一支 那一支 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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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幫授視頻 我愛 observing 我們來到台北 和臺來 北京 見 見! 我們現在坐在台南 看啥去 sieht成利 這三個月 我這邊的分享 分享 謝謝各位 祝活活動 一千順利 祝各位 也想 ka張 謝 這ila 是突然冰食 前天在請他 所以他緊急一度的 所以不怎麼樣 Quo 就是他盡量就他所知道短短的五分鐘 把它分享給大家了解 那個大家的問題我想說 是不是可以大家提出來 因為這個其實是比較實務的 就在今天早上我們有個案子 我們知道昨天有一個巴菲特 拖了日本的五大商社的這樣的一個消息 那我們今天早上這個案子 就是日本的五大商社之一 跟我們一個案子在對接在對談 當然他們的角度因為他是大商社 大商社跟台灣的這個新造極的對接 那他們的角度其實就不大一樣 因為他們後面的能量非常的大 所以他們就提出了 他們是都可以幫我們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都可以幫我們做什麼 但是我們不要再講 因為有另外一家什麼商事 但是也先昨天沒有聯繫 結果對我來講 他就開始在抓頭皮 為什麼 因為這種大商社之間是有彼此的視力範圍 取例子 當然我們這個不是講他們這個公司案子 內部的事情給大家聽 我只是分享說 日本的對接 就是常常是實務的事情 不是講觀念 我剛剛講那只是一個概念 但是你聽了 如果你有時去運作 你可能無法去感受 那個過程裡面的這種 非常的客氣完整討論 但是很多後面很硬的原則在裡面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提出來做交流的問題 您好 現場大家有問題要提問嗎 請 就是大家其他有問題的可以寫您的提問檔 我們今天會統一幫忙給James 謝謝你 你好 我是那個點點迪迪科技的創辦人 林作姐 那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 得到全國通緝大賽的記憶體之後 我們最後前往日本 但是也不信 就碰到對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去日本展覽很多次了 我也代表台灣到美國就去 Tekronky 也是代表隊之一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關係已經八個月了 在九月了 從一月到現在 我在想說 你台灣這樣優質 其實我們在台灣已經包括集資 包括我們的行銷都成功了 8月11號 我們剛好也開記者會 我來想 日本是我們的首選 一直以來都是 這跟台灣歷史有關 可是我都不知道在九月初了 不知道長官或是前輩 給我們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JETO我們也簽了 然後包括一些在台灣的展覽 我們也跟日本也都密切合作 該簽都簽了 只是現在不知道怎麼下一步去做 我們連人員都訓練好 日語的人員也訓練好 但是不知道怎麼說 這很務實 因為日本人他是這樣 我們這一兩年來跟他接觸 他非常務實 他把我們身家背景都查過了 我們每個人是誰 他連我是誰都知道 我就是那個林薇的爸爸 就在嗆譚德塞那個女生 我是他爸爸 他連這個他都知道 他也認同 但是在九月了 我在想 再過幾個月就知道聖誕節了 不知道 前輩可以給我們這樣的一個金箱公司 一點點的質疑 讓我們走下一步 或是我們去Pitch也可以 因為我去美國我都去過了 Google啦 子丹波我都去了 所以我都不怕 但是要有機會給我上台 我相信我應該可以有機會 所以我們商品已經完成了 謝謝 好 因為您也有提了資料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次下午 等一下談的是ERP 所以我就沒有跟你 那正好我們可以保留時間 但是我先回答您剛剛的問題 其實你們已經就是說 就是那個臨門一腳 已經到那個臨門一腳 臨門一腳 問題那個臨門一腳 那一腳要怎麼講 要在當地踢 不是在台灣踢 你遠端踢不了 就是說你一定要遞推 為什麼我們在東京設立公司 然後在那邊派人過去 然後在那邊組日本人團隊 然後幫台灣的新創 連接日本的一些資源 包括業務合作 因為你一定要遞推 日本這個市場 它就是要遞推 為什麼他們一個農民概 就下班再喝一盒啤酒 配個兩個小餐 好啦就結束 就回去各自去吃個拉麵 你回家去了 他們這個農民概 這個就是一個遞推的過程 就是說 你沒有這個 你就培養不出真正的關係 所以 就是那臨門一腳 你不能在台灣踢 要在日本踢 那我們剛剛的那個 安森林他就是說 因為他們現在做這件事情 當然這個事情是 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那個就是在那個當地 幫你做 把現場的實際的狀況 幫當你的分身 跟他們對接起來 這樣你才能夠當疫情 比較過去可以降的時候 你已經前面鋪整到你的階段 要不然後來會比較可惜 就是說 意思在這裡就是 就要像說 我們看到很多的 台灣的企業 參加的展覽 去這本餐展 一年兩年三年 這本都好棒啊 甚至這個聯絡來聯絡去 但是為什麼就是 缺少聯繫一腳的下單 都是這個因素 就是說你沒有地推 但是人家在當地 這是我實際的狀況 這個經驗 還有嗎 這個 這邊有提問單 好 謝謝 大家還有提問單 都可以交給工作人員嗎 OK 這裡有一位來賓 有時候他問了就是 日本在那個所謂的 金融去中心外 金融去中心外 這方面的進展如何 那麼資產的管理 在虛擬交易方面的應用 設有需求 這個當然是 日本的金融 金融其實他們很自由 當然他們的金融管理 有一定的規範 但是他們其實像那個 全世界的數位貨幣 最早合法化的國家之一 就是資本 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這個領域 其實觀念非常的先進 但是有一定的規則而已 那麼 如果說 您的技術 就是問了 就是說 你的公司的技術 在某一個動面 確實是他們需要的 那你應該想辦法 比如說我們幫你們曝光 讓日本的相關的公司 公司 後面的公司知道 台灣有一家提供某種解決 這個技術我們需要 或怎麼樣 你這樣才能夠去對接起來 就是說 在疫情好的時候可以去 但是沒有時候 你還是想辦法 透過類似我們這樣幫你 在日本要曝光 一直鋪成這種事情 這個需求絕對是有 只是我不曉得這個技術 是不是你們的技術 是日本現在缺的 那接著我比較 還要再順便補充一下 我們曾經幫了一個 台灣的一個 他們認為他們是 在全世界很創新的一個技術 是醫療方面的 是好像是 政府的中央機構都有 都有支持的一個案子 我們把它丟到日本 一個非常大的醫療體系 醫療的集團 就是那個護士軟片 不是說人家在轉型 成一個醫療的控股公司 我們把案子丟到裡面去 透過Mental在裡面嗆 就是說想辦法 不能對接上 但是最後的回答是怎麼樣 這個沒有什麼好創新的 就是我們覺得很創新 可能在日本裡面 我們不曉得其實 對他們來講 不是那麼樣的創新 那不是說我們就這樣 就不去 我們一定要透過這樣子 我剛剛講的 你一定要不會自己 你一定要想辦法讓自己 就是說 跟最先進的經濟體 你一定要想辦法和它對接 你才會讓自己變得不一樣 打國際杯的意思 謝謝 還有我們其他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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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Jason 然後 我其實是跟你一樣 從事創投的事業 那因為我對日本的市場 是非常有興趣的 那也跟他們其中幾個CBC有過接觸 但是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一些項目公司 他們所謂比較早期的項目 那很多給我的回應都是說 那等他們大一點再回來 那你自己的經驗是怎麼樣 你覺得他們會在什麼階段去投資一家項目公司 OK 要分兩個做法去面對它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日本的投資人 他要看你在台灣本地 自己到底市場驗證的狀況 你是不是足夠成熟 你的技術的被人家賣運 或者說你的這個商業模式 就實際在市場驗證是已經有 業務上的變現能力 你用具體性 就當地做出一個reference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基本條件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條件 是你在日本的時機 他們叫時機 所謂時機說 日本你到底做了什麼 被日本的市場 不然印尼的不一定要搭公司 不一定要很有名 或說非常多的經驗都不是 就是說你讓他看到在日本 你在哪個地方做了什麼成果 那這一點 就是說對於台灣的新創是 就是說一般可能 在這個地方會有一點就是 都會想說我台灣做好 再去日本 其實是日本有很多的新創企業 他在很早期就被人家投資 他並不是說日本的VC 或是Corporation 是同那一種成熟的公司 不是 有些在日本的新創企業很早期 一樣被VC投資的案子 我們去參加日本的這些 都是日本的新創企業 上去做Pitch的這種場合 下面做的都是這些投資的這些機構的人 我們再說下面聽 上去講的有些很早 但是他已經在那個Angelo Long 已經有誰投他了 只是他現在 在這個一開始的Angelo Long 投的都不是那種大集團 是某一種比較中小型的 這樣的corporal VC 但是他現在要有連接 可能是連接想要電信 他想要連接NTT 想要連接收的那個 這樣的比較大的集團 這個時候他就會出現在這種場域 Pitch的場域 也就是說我的看法 第一個你在台灣當然要進行 但是你一定不要 因為這樣子你就認為你很早期 不要到日本 因為日本早期一樣被投 一樣可以被投 問題是你是不是 真的是他要的 那種手 如許如是那種技術 這是我們的看法這樣子 謝謝 謝謝